还是不能大意 这两个人能量都很大 尤其是那个于彭月 不知道 他又玩出什么话出来 最近网站收入怎么样 一切正常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于彭月那边放出风来 说新网站继续执行免费政策 所以我们这边的租赁板块 收入有所下滑 这个于彭月 哪是在做生意 分明是在扰乱市场 是是是 陈老 我们要不要借着双十一 也搞一次活动 把收费项目暂时取消 等搞垮了他们的新网站 再恢复过来 万万不可 那样就显得我们怕了他们 你再好好想想 看怎么样 才能把他们扼杀在腰栏里 是 从目前来看 咱们网站从注射量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咱们面临的困难 却比之前想象的还要多 老大 你来总结一下 好的 目前 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任 这个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 一是包括广告主在内的 合作方层面 他们一来怀疑我们网站 到底在北漂生活网的压力之下 能坚持走多久 二来 竞争对手又在暗中地不断降价 试图用让利的方式来控制市场 但是 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接到一台生意 二是用户层面 由于北漂生活网的大肆宣传 我们的用户也开始对网站 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质疑 不得不说 竞争对手的确走了一步好奇 他们在文章中 把我们面临的收入与成本 算得清清楚楚 只说 如果不收费 我们将很难兼职下去 摇摆了很多用户的信心 再加上 他们雇佣水军 恶意重伤 说我们贪图名利 准备捞一票就走 让很多用户开始失去信心 并且企图把水交换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的确不太得管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想办法建立信任 不就行了 哪有那么容易 建立信任是一件非常难 而且耗时耗力的工作 我们根本耗不起 耗不起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 我们又开始没钱了 又没钱了 当初两百万 咱们都能拖那么长时间 这才过了多久啊 此一时彼此啊 周元 当初咱们是从小到大 开始发展的 每天花不了多少钱 所以你根本显不出来 而现在呢 一下子不开 开销 当然不能同日而已 而且几年过去了 各方面的成本都在找 以前五千块钱 故意留任 现在 八千块钱 那怎么办啊 我已经把我所有积蓄 都拿出来了 办法倒是有一个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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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打算加入大鱼的新公司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这还没想好呢 我又不是让你现在就嫁给他 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工作 你考虑什么呀 我知道 可是我一想到 我每天都要见到他 我整个让我 打住 打住 说得好像你现在 不用每天看到他 每天帮他干活一样 也不知道谁呀 每天操着心 帮别人找投资 弄协议 写方案 你辛苦得很哦 那我也不能看着他需要帮忙 我就看着我就不管吧 那他要是 一直都需要帮忙呢 你有完没完 你要是再逼我 我可就走啊 你要走啊 你能走哪里去啊 我就走到一个 你们谁都找不到我的地方 我就当我的法律援助律师去 我就怕是你走了以后啊 内心都是舍不得的 你看我舍得舍不得 好好好 你舍得 你舍得 那你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不要等回来以后 你的于彭月就跟别人跑了 你到时候抱着我 哭哭哭哭 你有完没完 那么少说两句啊 好好好 我错了 我不输了行不行 真是 宝宝 你等我一下 我去前面那个水果摊 给周园买点水果 水果新鲜 你等我啊 你回去帮我带给他你 救命啊 余总 怎么样了 我们这也是弹了好几轮了 呢给个痛快话 是啊 余总 你和李总 也算是业界的行家了 我们几个这点要求 不算过分吧 不好意思 我们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放心 今天一定会给各位一个 明确的答复 那好 那你们再考虑考虑 不过我时间别拖得太久啊 还有干飞机呢 辛苦了 很快给你答复 大元 这合同咱们不能签 要签了不等于把家点卖给他们了吗 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不就是一份对赌协议吗 如果业绩成功的话 咱们几个都能分到一笔高额的奖金 对赌不成功 大不了把咱们之前的家点搭进去就完了嘛 是不是 大不了把咱们之前的家点全都搭进去 亏你说得出来 这我倒无所谓 最主要是我妈她那二十万 那可是她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血汗钱 杨子 你听我说如果不签的话就你那二十万加上我跟周延那几百万 还有一些零七八岁的投资真的加起来也不够挺过这么一段时间 不是 可是 杨子 我正很担心这份对赌协议的风险性 但大鱼说得对 现在正是和竞争对手较劲的事情 只有多一份资金才能多一份胜算 而且对赌协议我也看了 除了对赌部分 这三家给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没错 彭月哥哥 你说这三个人会不会是陈护生安插的卧底啊 要不然干吗非逼着我们签对赌协议啊 我的小公奶奶 你彭月哥哥没那么傻吧 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如果不是确保万无一失 我是绝不会跟他们接触的 可是万一 没有万一 相信我 可以这么说 这几个人甚至不想让陈护生知道 是他们投资了咱们的公司 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他们投资的目的并不单纯 甚至不希望我们公司可以稳定发展 打的是有一天被陈护生收购的主意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股价的高额收益 可这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呀 你以为陈护生这个商业大鳄的绰号是白叫的 他这个人这么记仇 要是让他知道了谁占了他的便宜 他能饶得了这个人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更不应该让他们投资了呀 他这属于投机 不管是投资也好投机也罢 至少人家肯出钱 而且是咱们很需要的一大笔的钱 我问你们 如果我们不签的话 公司将来怎么办 跟他赌 杨子 你真想好了 想好了 想好了 跟他赌 有什么不敢赌的 当初咱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不也照样杀出一条血路吗 现在咱们有品牌 有经验 有客户 有人脉 还有什么咱们不能干的呀 最主要是有你 有老大 有周延 有泰臻 有小雨 有紫山 大家都在这儿 最主要的是大家在一起 有什么不敢赌的 赌 我就等你这句话 对 我们就跟他们赌了 要是弄好了 还能中他们一笔钱呢 只要我们彼此在一起 互相鼓励 互相信任 我就跟你们 一起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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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 好 知秋啊 要沉住气 最近余鹏月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笔投资 各种活动做的是丰盛水旗的 据说 已经有忍不住的广告商和他们联系了 陈老 您放心 我一定把他们的势头打压下去 打压不打压不重要 我找你来就是想提醒你 不要被一时的局面蒙住了眼 跟风去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你想想 余鹏月他们搞的那个虚拟办公室 招人干活 连办公室租金都不用出 人力费用 也比咱们小得多 咱们不要用自己的劣势 取贫他们的优势 陈老 我会想办法 一定不能让他们这么顺顺当当地走下去 有些事如果 不能在生意场上解决 那就想别的办法 您的意思是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会想出办法的 陈老 我尽力 你这边一动起来 我这边也该动一动了 陈飞啊 陈飞啊 怎么是你 隐晨 是我 我是施密 我来看你了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请你出去 出去 隐晨 你别那么激动好 别叫我硬着 好好好 是我叫你什么的 那我就叫你李妈妈吧 李妈妈 你别生气 我今天来 是找你有事了 你 虽然 咱们离婚多年 可毕竟夫妻一场 你现在 生病 说实话 我这心里 真的很不是滋味 我一个乡下女人的病 用不着 你这个玉兰集团的大老板担心 看来 看来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在腾飞公司见到过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 如今的大老板陈沪生 就是当年那个 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陈世明 是 是 我们都变了 你也老了许多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不苦 因为我有儿子 我们娘俩过得很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恨我 你告诉我儿子是我死了 一个人死在外面了 甚至连尸首都引不回来 你还让他跟你姓李 甚至让他误以为 他的亲生父亲也姓李 能把这一连船的谎言 维持二十多年 真的是难为你了 在我的心里 那个没有尽过半点 父亲责任的陈世明 已经死了 活着的 是郭家的道查门女婿 叫陈沪生 嬴春 不 李妈妈 李妈妈你别激动 有什么话 我们可以慢慢说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走 走啊 你没话跟我说 可是 我有话想跟你说 是关于我的儿子 腾飞的 他不是你儿子 我是不会让他认你的 好好好 你现在身体不好 这件事我暂时不跟你争 但是既然我已经知道了 他是我的儿子 他跟我有血缘关系 我总不能就这么无视下去吧 我准备用实际行动 来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来找回我曾经实际的东西 你想怎么样 我警告你 不要打我儿子的主意 这里面有两百万 足够你下一次的手术 和手术之后的调养 好 为了让腾飞 不要再为你的手术费 四处奔波 请你务必收下 你以为 用钱就可以赎回你的罪孽 带走我的儿子 你休息 别误会 我只是想让我的儿子 不要再为这点消失而费尽心思 对了 除了这两百万 我还会给你更多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他不是你儿子 我不稀罕 他也不稀罕 请你出去 出去 好 看时间 腾飞 差不多该来看你了 什么意思 你还想见他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李英春 你别太自私了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腾飞想想吧 从小到大 除了贫穷 除了让人看不起 你还能给他什么 他的将来 你又能带给他什么 你好好想想吧 我还会再来的 你好好想想吧 我还会再来的 主下 我还会再来的 你要去回头 还是去回头 没有 那个没有 我不要再去oup 我家的道叉门女婿叫陈吴生 不是你儿子 我不在乎腾飞也不在乎 从小到大 除了贫穷 除了让人看不起 你还能给他什么 腾飞 坚持住 马上就到了 出了这种事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求求你了 走 走 有妈妈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让你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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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别哭 生死我一丁口一败 你看妈 我已经买什么好吃的了 妈 桃苏 妈妈你吃 你吃 你吃嘛 妈妈不爱吃 妈 妈 我考上了 你看 北方京华大学 李唐飞 他要玩他 那你一大早 你辛苦了 儿子 你放心 绝对我来想办法 我还要睡 我现在还在不睡 我还好好睡 你睡觉 我今晚不睡 你睡觉 我今晚不睡 你睡觉 我今晚不睡 你睡觉 你睡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儿子 妈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应该休息了 妈睡不着 妈对不起你 你爸爸他还活着 他没有死 妈 你别说了 我都听见了 你都听见了 你能原谅妈妈吗 妈 对不起你 儿子 妈妈 妈 对不起你 妈 我不怪你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人憋在心里了 就算他是我爸的话 用得怎么样 从小到大 我没花过他的一分钱 没吃过他做的一顿饭 也没花他过过一次生日 就算您告诉我 我也不会丢下您不管的 儿子 可毕竟他是你爸爸 你还年轻 正是有作为的时候 妈不想耽误你啊 妈 您别说了 你还不想耽误你啊 我是不会认他的 也不会离开你 我记得 在我发烧的时候 背着我走着 几公里的路 去看病的人是您不是他 我 我记得 当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 担心我吃不饱 睡不暖的人是你不是他 我记得 省下了自己看病的钱 就是为了能供我上大学的人 是你不是他 妈 虽然我们去红 但是他的钱我们不要 儿子养你 儿子 我的好儿子 儿子可以养你了 好 您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我不能在这儿啊 这房子用的好像还是我的名字吧 说什么呢 你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让小蒋去接你呀 那我怎么敢呢 小蒋可是你陈某人的义用之人 我怎么敢随便使婚 夫人你说什么呢 咱们是夫妻 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什么 真的不用分那么清楚 没应就好好的 你说你这又唱哪出啊 好好的 好好的 你去医院干嘛呀 你呀 我是去了趟医院 他现在病个厉害 我呢只不过是 尽了一点心意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三十年都没见过面了 你总不会为这点事 上门兴师问罪吧 哪倒是啊 我也不至于为这点事 兴师问罪 其实我跟你说 李英春到底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不过 他好像一个儿子 在你们公司做CEO 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是 你说的是李腾飞 他以前是在公司里 那他人呢 我倒想见见他 他现在辞职了 辞职了 对 那为什么呀 这么好的工作 又有你这么一个大善人照顾着 干嘛辞职呀 难道是公司容不下他 还是 今后整个玉兰集团的CEO 也要心里了 夫人 绝无此事 我呢也不瞒你 这件事我也是刚知道的 我正在考虑怎么跟你说 说多了吧怕你担心 说少了吧 我又怕你不放心 今天你来了 那就把这件事情说透 我发誓呢 我陈护生 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陈世民了 跟李英春和李腾飞 绝无半点关系 这么说 你还真舍得你那个亲生儿子 我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是 我是他的亲生父亲 可是我们之间 没有感情啊 一点都没有 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是将感情的 不只是将学院 再说了 这个李腾飞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儿子 现在也不好说 试试 你这个老狐狸啊 永远都不会说实话 还是我听你说了吧 在你的眼里啊 人和人的关系 既不是讲感情 也不是讲学院 而讲利益的 所以 你记住了 你的根在哪里 你的利益在哪里 你做事 就不会犯糊涂 犯错误 是是是 我夫人说得是 怎么样 这回 你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 就出来吧 你怎么在这儿 他呢 他呢 是来找你的 只是先碰上了我 以我对你的了解呢 我觉得 还是让他当面 死了这条心 所以就让他 特地留下来等你 这样对你对我 对他都好 忍得日后罢了 您可能是误会了 我来找程老 就是要怀阳东姐 对 之前辞职 没来得及跟您说一声 实在抱歉 这些年 陈老 这些年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栽培 谢谢您 陈老 不管怎样 您能去看我母亲 还是感谢您 陈老 不耽误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来 人还没死就对你三鞠躬 这分明是对你的遗体在告别呀 我也是啊 在他妈妈的说法里 你早已经是死人了 郭美云 你太过分了 你愣着干吗呀 啊 还不给我赶紧追出去盯着呢 啊 是 夫人 我去吧 你们 Phew 回来 Broadway 啊 呀 现在底下 ículos 陈老 您错怪我了 真不是我搞的秘啊 您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说呀我 再说了 知道这件事的人 又不只是我一个人 菲菲 这个贱人 早晚我会收拾他 还有你 陈老 您就哪儿我送您啊 来 拍张 陈老 哥哥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 工作得顺利 所以回来就早啊 陈老 哥哥 给你变魔术 给我变魔术 你看 长裙 一秒变短裙 这么厉害 还有呢 短裙一秒变短裤 这是告诉我 没告诉我 好玩吧 好玩 我房间还有好多呢 你来 我带你看 你快来 行 我来 来 梅姨哥 你快来 看 好玩啊 这些都是你买的呀 在哪儿买的 就是在咱们的网上买的呀 店主是个小姐姐 也是个北漂 还是个大美女 平常呢 就喜欢自己在家 改改衣服 做做配件什么的 刚开的网店 还在网上做直播 专门卖这种 她自己设计的衣服 我和她聊得比较熟 所以当然要照顾一下 她的生意 就买了这么多 她生意怎么样 她就是刚起步 能好到哪儿去呀 天天都周延周延 你起来 真是 我说周延怎么了 你是不是你后面说什么 你 翻译 这样 太队 你要是方便的话 方法就 去看 你见面了在我 这家人 吃多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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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约 大约 不好了 大约 大约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们前后脚 大约 大约 找什么东西胡招胡了的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房东说要跟咱们毁约 毁约 咱们是有合同的凭什么呀 就凭人家是房东啊 人家说了按照合约条款 该赔多少赔多少 让咱马上搬出去 马上搬出去 这怎么可能啊 必须呗 人家已经把房子租出去 租谁了 都没人活啊 这环境不错啊 怎么办 是这儿吗 对 就在这儿 一同 他们知道 咱们在我的房子里 都给我赶出去 是 叶芝秋 又 又又 余总啊 爱挥 老一子 我眼珠 我光顾着新商我这大耗子 这房子够大 够长的呀 两个猪 两个鸭 换个狗什么的 干什么都喜欢 刷刷你 就是这光线 太自明了 我呢 习惯慢一点的 龙哥 在哪儿呢 这么多灯 都亮着看着闹心 把店长拉了 得嘞 我们的服务器还看着呢 羊子 冷静点 不是 等刘大运 继续 我倒要看看你下面 还能唱出什么戏来 来 别急啊 郁总 好戏不怕玩 这才能到哪儿啊 先垫垫长 真正的大喜在后面 这么说吧 现在这房子是我租的 你们是自个儿动手呢 还是让我的兄弟帮帮忙忙 勇哥 把那些东西都给我砸了 你敢 行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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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意思啊 上次那打还没挨够 看来是打得轻了 行 那这次连人带东西 一块儿收拾 上 住手 我警告你们 赶紧给我滚出去 否则的话 我对你们不客气 别动 好 小妹妹 吓唬爷呢 我就不出去 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哎呀 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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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样啊 我们不想干吗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釜底抽薪这一招 行 既然你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 不过你总得给我们搬家的时间嘛 就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 三个小时就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后 我来收房 好 大鱼你真答应他们三个小时 别废话 你要不想让服务器端店 现在把闸合上 对了 太棒了 好了 知道为什么叶志秋来这一手吗 难道是想让我们无家可归 我看是冲着我们服务器来的吧 就是冲着咱们的服务器来的 我猜只要咱们的服务器一停 它肯定到处想让咱们干不下去了 破坏公司的名誉 打击广告商和合作方对我们的信心 这么很多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大鱼 大鱼 我能看到叶志秋带一堆人出去 怎么回事 咱们又要搬家了